你們的報告第一頁就寫了 自103年11月間肯要破獲相關電信詐騙案件 我相關人員深壓審判後 本會持續與外交、內政、警政署 還有本國各相關單位保持聯繫及高度關注 那法務部知道嗎? 不包括法務部 那邊列的沒有法務部 他寫相關單位 相關機關 我們昨天是跟刑事警察局和外交部那邊保持聯繫 因為案子還在審判中 我們不知道審判的情形怎麼樣 那法務部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是不知道啊 你們是相關單位啊 都有啊 沒有 沒有 就是發生當時 我們是跟刑事警察和外交部 你看吧 到現在啊 到現在啦 這麼多的部會在這邊了 訊息有沒有互通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接到外交部和行政警察局的通報 好 那 我想請問一下齁 那當初啊 我們在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沒有提出引渡的要求 你到現在才是告肯亞的所有的人 請問問誰 問我嗎 蛤 問誰 好 妳可以回答 我們根本不知道案件 當然無法去提出 我想齁 我知道啦齁 不想浪費時間齁 我最後再 我還要再請教你齁 你去大陸訪問的時候啊 你花了人民的納稅錢 七十二萬六千一百四十四塊 沒有那麼多 六十幾萬 那是預算編列實際上沒有花到那麼多 好 那你們呢 你剛剛見的那些人 那你送的禮品送的多少錢 要回去計算 這是一般正常的禮品 而且我們都 你們裡面的寫得很清楚 禮品費七萬兩千塊 這是你們的計畫 七萬兩千塊 你花了那麼多的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去那邊吃吃喝喝 然後呢 然後今天這件事情 你要什麼 依據兩岸共達的 你如果之前沒有做 你事後還可以做 你這邊的第三章的第十一條 十二條 罪犯的接返 你知道嗎 你可以現在馬上提出要求啊 我們已經在要跟他協商啦 那協商的結果咧 還沒有去啊 蛤 那什麼時候要去 你第十二條人道探視 第十二條人道探視 什麼你跟我講 你今天對著所有全國的人講 什麼時候可以出發 路委會通知我們就出發 蛤 路委會通知我們我們就出發 那什麼時候啊 你到現在知道嗎 要請問路委會能夠回答嗎 這是要對方也要同意啊 這你才剛從那邊回來而已 你就是依據這個 你就是依據共打條例去的 結果你現在什麼都還不知道 不掌握情況 然後一句退給路委會 我覺得這樣子喔 不對啦 我們要去是我們就直接去 有用嗎 我現在問 我現在不是你們的官員去 他的家屬人道探親 什麼時候可以去 我們都有要求 都提出來了 要求那什麼時候可以去 那我們要等對方回覆 略會通知我們 就馬上動載 我跟你講齁 一問三不知啦 只會 只會去道路 只會去中國跟他們吃吃喝喝送禮 納稅 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我覺得這樣子的官員 真的不適當 不對啦 我們在行程非常辛苦 十二個行程 在短短四天多鐘完成 謝謝 好 接著請 周承秀霞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記者媒體先生小姐 有請劉部長 請劉部長 我們台灣想加入亞投行 但是大陸說